哈喽,大家好,谈笑间轻松掌握知识,欢迎大家来到孟泽读书知识频道 之前有粉丝给我留言,问我为什么不更新了 孟泽的确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没有做视频,因为在忙自己的毕业论文,实在没有精力兼顾了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三月,孟泽顺利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此呢,也想将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大家 弹幕里祝贺孟泽的,孟泽也祝你学业顺利 考运亨通 这一集视频呢,孟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独门学习秘籍 也正是这个学习方法,帮我一路过关斩将 从一个普通二本的学生一路成长,搞定了三门外语 拿到了海外名校的offer 本硕博,夸三个专业,最终博士顺利毕业 首先我简单说说我的学习经历 孟泽高中的时候是个典型的学渣,谈恋爱,跳街舞 高二分文理科,我听从父亲的建议 学好数理化,左边天下都不怕 毅然选择了理科 念了一学期后,成绩垫底,不得不转了文科 高三那年,痛下决心 恋爱不谈了,我也不跳了,好好学习 11年高考,湖南文科的本科2P录取分数线是528分 我考了531分,过线3分 当时填志愿可以填6个平行志愿 前5个学校压根没要我 最后一个学校,专业服从调集才录取上 于是我便不得不去了某某警察学院的韩国语专业 对,你没有听错,警校里面的韩语专业 上了大学后,完全懵了 学校就抓两件事情 出好操,叠好背 至于学不学习,无所谓 学校的教育也是围绕着让学生能考上公务员 尽体制为何新进行的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感到十分不合群 被孤立,对未来也充满着迷茫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二的某一天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 一个没念过书的农民 让自己的儿子每天回家后 把上个学到的内容交受给自己 这样就可以交一份学费,两个人学 最后,农民的儿子考上了清华 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个杜撰出来的段子 但文章的重点是在介绍 费曼学习法 也正是这篇文章点燃了我好好学习 毕业后读研的想法 于是我买了书,开始系统的学习 并实践费曼学习法 费曼学习法比较简单 后面孟泽会系统性的讲述 帮你一学就会 但是费曼学习法也有着一定的缺陷 特别是在语言学习上 很难有用武之地 于是孟泽便通过学习实践 对他进行了一定改良 让他在外语学习上也变得十分强大 我叫他费曼学习法2.0 掌握了这套独门学习方法后呢 孟泽的学业就像开了挂 两年时间里突破了韩语和英语的障碍 韩语变好了后 就萌生了去韩国念研究生的想法 没有通过中介 自己跨专业 申请了世界排名靠前的S大学国际贸易学研究生 在准备资料的两个月时间里 孟泽用这一套学习法 轻松入门了国际贸易学里的基础课程 良好的知识储备 给予业能力让我轻松通过面试 拿到Woffer 硕士生涯遇到的种种挑战 比如说小论文 学术发表 学术会议 也都被我用这一套方法轻松解决 顺便还学了门日语 硕士毕业后心想 反正也念到这儿了 还不如再读个博 当时对经济学挺感兴趣的 就又跨了专业 读了个经济学博士 同样花了假期两个月时间 就搞懂了经济学体系的底层框架 一上博士就能直接跟随教授 进行学术研究 讲到这里 你一定很好奇 这到底是一套什么神仙学习法 对吧 好 下面请你给我点个赞 孟则将毫无保留的全分享给你 首先我们还是从费曼学习法讲起 它几乎适用于除外语之外的任何学科 且只有四个步骤 步骤一 确定目标 找到你要学习的内容 比如说 我要搞懂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 自由度 然后我就可以通过看书 上网 看视频教程 等各种学习方法 去学习和自由度相关的内容 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 就进行第二个步骤 步骤二 模拟教学 假设自己是一位老师 不看任何参考资料 简洁地将自由度的相关内容 讲授给一个完全不懂这个领域的人听 在这个过程中 只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自己能否将问题讲明白 第二 讲课的时候什么地方卡壳了 第三 什么地方讲混淆了 如果有 一定要记录下来 比如说 你可以告诉别人 样本中独立或能自由变化的数据的个数 成为该统计量的自由度 步骤三 反馈 上面的讲法虽然很精烈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 这个时候你就得问你的听众 哪个地方听不懂 如果对方回答都听不懂的话 很好 你就得试着换一种方式了 步骤四 简化并重复 找到自己讲课时混淆的地方和听众反馈听不懂的地方 进行深刻理解和简化 试着用一个十分简单的类比来说明 然后再回到第二个步骤 再讲一次给别人听 这次你可能这样解释 我有三个字母 A B C 分别代表三个数字 我告诉你 A加B加C等于10 假如A为任意数取8 B为任意数取2 那么C必须是0 这个等式才成立 式子中有三个位置量 但可以自由变换数值的只有两个 所以这个式子的自由度为2 因此 样本中能自由变化的数据的个数 叫做自由度 恭喜你 看到这里 你对这个统计概念的理解 已经超过了90%的数学或统计学专业的本科生了 理解了的弹幕请过一 讲完了费曼学习法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局限性 以及为什么说它不适用于语言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四个步骤 确定目标 模拟教学 反馈 简化并重复 问题就出现在模拟教学上 你找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外语基础的人来听课 就等于鸡同鸭讲 对方听不懂是必然 因此自然没法给出正确反馈 而如果找一个有基础的 他的反馈就不会客观 整个流程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因此 孟则对费曼学习法进行了改良 费曼学习法2.0 步骤一 确定目标 这一步和费曼学习法一样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就以大家都熟悉的新概念英语三中的第一课 而puma at large 为例 假设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学习这一课的内容 步骤二 简化 最大限度的概括全文内容 其实这篇课文概括起来就这么两句话 有人在野外看到一只猫科动物 并报告给了动物员 专家们尝试去搜捕它 可是没能找到 步骤三 提问与扩充回答 和尚书看着前面总结的那两句话 开始问自己问题 比如 这个猫科动物是在哪里被看到的 原文中提到直接目击这个动物的地点有三个 一是在伦敦以南45英里处 二是在一个小村庄里 三是在一棵树上 英语不错的同学请按个暂停 试着在留言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看看大家能有多少种表述方式 在这里还有一个诀窍 如果你想提高口语或听力 就请用录音的方式来记录你的回答 如果想提高阅读或写作 就请在纸上直接写下你的答案 步骤四 对照与反复 将你的录音或写下的答案和原文进行对照 找出错误和表述不清楚的地方 并不断重复第三第四步骤 直到你对着这两句话 能够准确无误地付出文章的所有细节为止 这么学习外语可能刚开始进度稍慢 但是你的外语实力会在短时间内几何级增加 不用太久 半年就能吊打你班上的外语学霸 好了 今天分享了费曼学习法和孟泽自创的2.0版本 独门密集都告诉你了 希望你能尽快投入实践中 对学习法感兴趣的同学 孟泽向你推荐一本好书 请购买正版哦 最后孟泽想问个问题 还记得你已经在某个知识点上超越了90%的数学及统计学本科生了吗 请在留言处告诉我 什么是自由度 别怕麻烦 写一遍就再也不会忘了 这里是全网最棒的学习成长频道 孟泽读书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